主席 各位委員同仁 這一條就是最有梗的 重中之重 開放當事人被害者可以去申請評鑑 否則判你有罪 你就不服就要把他申請評鑑 這是一個重中之重 這是司法改革上最關鍵的條文 還有後面 職務法庭加入三省市 所以我們在這一條要講清楚 前面三十一條黃國商務委員有談到 前面平和 一定要前面平和 我把這個言為講清楚 當八年前在受法官法修正的時候 我用司改會的版本 跟林申請王秘書長來做叫板 我們要的就是這個東西 要個人 個案評鑑 但是那時候做不到 所以用前面平和和這個團體可以參與評鑑 這個團體就是司改會 但是今天司改會大家都很清楚了 所以回歸到最後 這個才是司法改革最有可能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差在什麼地方 因為司法國事會議裡面要增加外部人權 所以本來三一三四 改為三一三六 就是說四個學者專家的外部人權變成六個 這是司法國事會議的結論 所以但是王秘書長把這個六交給評鑑委員會 交給評鑑委員會 那個林鑑委員會 林鑑委員會又是全部外部人 所以完全走樣 這個是一個司法改革上面很重要的一環 所以我在今天這個地方要講說 我們在審查法案的時候 要把道理講清楚 不要生欺欺的 大家也不必對幹 對了我一定會讚美你 但是我今天在這個地方先做一個提示 包括你開放到法律的利害關係人 法律的利害關係人 剛才周市委員講清楚 沒有辦法界定 這個要全面開掉 美國完全不一樣 美國周二法官是用票選的 又是導百姓選的 所以美國的開放到 任何人都可以參加評鑑 但是這個制度不是不一樣 我們的制度和美國制度不一樣 美國聯邦就是沒有這套了 所以這個是我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創集 而且將來這個法官接受考驗的地方非常多 所以這個在其中的院長 他能夠答案這個 開放這個 這是一個他非常有勇氣的作為 我們應該予以支持 謝謝柯委員 下一位請黃委員國昌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